哈喽大家好我是莉莉 现在已经下午的1点40多分了 我们现在在设医院 我爸又高血压又住院了 再一次不愿 哈喽我回来了 相信大家看了视频的开头已经了解到 我早上去了一趟医院 主要是因为我爸爸住院了 我爸爸因为高血压住院 首先聊一下我爸爸为什么会得高血压 小时候呢我父母是在南岭打工 我和姐姐在读小学 后来因为小学生初中 父母呢就想说给我们一个更好的一个教育环境 所以就回到了御林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爸的一个职业就发生变化 他由一个白班的一个货车司机 就转变成了一个夜班的出租车司机 大家如果说上个夜班或者说熬夜过的朋友 其实都很了解 熬夜对于身体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 对于身体的一个机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 所以呢 我爸坐这个夜班出租车司机下来呢 就长年累月的去开夜车 开夜出租车 压力特别大 加上可能平时也没有这么休息好 生活压力呀 养家糊口的压力呀 就很大 加上了平常可能就抽烟喝酒去缓解压力嘛 所以大概十几年下来 在17年左右就患上了高血压 这就是我爸患高血压的一个病因了 高血压大多数无法根治 高血压这个疾病呢 实际上是一种慢性疾病 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疾病 实际上就是你平常可能就是说熬夜啊 不规律的作息 然后抽烟喝酒压力过大 心情比较郁闷 在这样的一个长年累月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下来 你就很容易患上高血压 特别像这一种长年累月形成的高血压 是基本上很难治愈的 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办法根治 这种情况下呢 就只能说你患上高血压之后 就要改正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 让自己的一个生活时间习惯健康起来 不熬夜 然后早睡早起 不抽烟 不喝酒 同时的话有一个好的健康的心态 适时的运动 去维持自己的一个正常生活 同时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血压还是过高的话 那还要辅助一定的降压药 去达到一个治疗的目的 但是这种情况比较烦的情况 还是没办法根治 这是陪伴一生的 真的很难 聊聊我爸为什么再一次住院 接下来呢 跟大家聊一下 我爸为什么再一次住院 为什么要强调再一次 那是因为我爸去年 前年都有住过院 每次住院的一个周期 大概是一周左右 我来讲一下 他平时可能会存在一些 什么样的坏的生活习惯 然后也跟屏幕前的各位 作为一个警告吧 一个警示 希望如果说屏幕前呢 您有这样的坏习惯 还是改一下 我爸呢 刚开始他患上了一个高血压的话 其实他也蛮惜命的 就是说可能健康有影响了 所以他就不抽烟了 也不喝酒了 然后开始可能早睡早起啊 生活作息都相对来好一点 但是后来他就开始放松警惕了 就人的一个 没有办法去忍耐 就自己的一个耐性啊 或者说 没有办法那么自律 所以呢 大概过了一段时间 他就开始重新去抽烟了 刚开始呢 他也不敢在我们面前抽 就偷偷的在外面抽 后来呢 被我爸妈 被我妈发现了之后 就说他嘛 然后也告诉了我们 然后我们就开始劝他 就说不要再抽烟了 抽烟对于你 非常非常的有影响 不要再抽了 我爸呢 可能刚开始其实也听 但是后来 就真的彻底不听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好话 也说了 好话说了不听 那就说一些比较严厉的 水话 然后 可能我爸其实刚开始也听我一点 听我的话 听一些 但是后来我发现 他其实也不听了 特别是前天 我爸又抽烟了 我当时看见他在抽烟 我就说我想要去拿走 他那个烟头嘛 结果我爸当时就生气了 我当时真的是被气得不行 真的是气得不行 然后 昨天他就开始身体不舒服 就 今天就开始住院了 呃 先说到这里吧 就是说 屏幕前的各位 如果说患有高血压 或者说家人患有高血压的话 生活方式这一块绝对绝对不能放松 你不要想着可能 哎 我只抽一两根 哎 我只喝一两小杯 没事的 没事 但是在夜里面不舒服 或者说突然之间感觉不舒服的时候 你就知道错了 所以呢 这就是我跟大家要警告的问题 我爸患高血压 我想说说我的心里话 视频的最后 跟大家聊一聊 作为家里的女儿 然后有一个高血压老爸 是怎样的一个想法 呃 首先 说一下就是我爸爸自从确诊了高血压之后 其实我们一家人都很关心他的一个身体状况 希望他能够呃 好好地运动 然后调整好作息 不抽烟 不喝酒 做好复健 尽快地恢复自己的一个正常生活 但是我爸老实说 他可能有一点懒 或者说他认为做这些事情没有意义 所以他就不愿意去干 就像我和我姐姐平时想说出去遛狗 然后带上我爸出去外面走一走嘛 但是我爸不乐意啊 所以呢 在这个视频的最后也希望对我爸 说一些心里话 老爸 我知道其实你患上高血压 其实身体也感觉不是特别好受 心里也不是特别好受 然后你可能不太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 但是我想说的是 你的身体健康其实不只是你自己的身体 同时也是我们一家人的所关注的对象 因为你是一家之主 你是我还有姐姐还有弟弟的爸爸 也是妈妈的丈夫 另一半 你的角色其实不允许你只是说自暴自弃 你也要想去想一下我们家人其实是很担心你的对吧 我相信你也不说不想要我们一家人去特别的单为你担心 为你去呃感觉难受嘛 是吧 所以呢希望你这一次呃住院回来了之后 然后能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然后不要抽烟了 真的说了恩变了不要抽烟 然后也不要喝酒 呃平常的话可以跟我们多处运动 我打算呢到时候我就买个羽毛球啊 然后乒乓球拍 到时候我们就出去打打羽毛球运动一下嘛 好 然后这就是我主要要对你说的了 最后祝你身体健康 嗯好了 这一期视频就先更新到这里吧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的频道号 亲爱的莉莉 成为我的粉丝吧 然后我们下一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